在运通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收看每天早上9点 我们一起来观察台北股市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看大盘现在即时报价 加权指数涨52点 来到13314点 那同时各位做个比较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我们的10分钟PSY PSY本身它是正负50来回做波动 你一定问我说 那这样子到底该怎么办 好 一样用同样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孙子军政篇里面提到 不知山林险阻举责之行 因为没有地利 所以你不能做出任何的作战决定 也就是说面对台北股市 不管哪些开高 开低 开平 盘中往上大涨 大跌都一样 我的看法因为到下个礼拜三 就是大结算日 所以未来这一个礼拜 非常的一个重要 后来拜三嘛 就做总结 那必须先针对未来做好看法 第一个我们要去看 就是说台股长期以来 有没有办法摆脱全球金融市场 就是说我不管你全世界怎么变化 我如果台股我想涨我就自己涨 我要跌我就自己跌 请问这个几率大不大 理论上你会告诉我哪有可能 国际股市涨台股会表现不错 国际股市如果比较空方市场 台股跟着也会受到压抑 你说对 所以台股无法偏离 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要逐一抽丝剥茧 因为不知山林险阻 没有地利 你就不能走啊 那你现在是要怎样 好来 我们从几个角度 来 首先我们就先看一下 国际股市 各位请看 这是稻穷工业指数 你现在眼睛看到了 好 画面上你所看到 是不是稻穷工业指数 一直到昨天的日K线图 昨天收在两万九千三百九十七点 跌二十三点 那你如果问我怎么看 我会看29413以上要做空 你会放抗 你会用车空 对跟错 我们再做检讨 那整体上 第一个我不猜 你说为什么29413以上爱放抗 来 给我请看这里 这个叫做空方吞噬 一扬二因空方吞噬内困格局 也就是说你单纯就近期的形态结构来看 稻穷工业指数它是保证是弱势的 这个叫多头 不是 你这样子看当然是多嘛 那你看这一块 这个叫多 你也说一个道理我听着看看 我没有意见啦 你如果认为这里是多 那你就多啦 我照事实跟你做检报 这个就叫空方吞噬内困格局 所以该怎么看 来 这个整个形态嘛 那我们要去看 看什么 我们要去检讨 我们讲善败者终胜 举例 今天是不是11月12 今天绝对是11月12日 请问你 人是不是11月12日 对 你有看到哪个从业人员 他的研究报告会写今天停损吗 我其实跟你讲过了 错就错 我每一笔都会揭露 错我还做大标题 那有什么关系 你接下来全胜不就好了吗 不是这个样子吗 错了 你要面对它 然后去检讨 那这个错在未来 我遇到相同的状况 我该怎么去面对 我稍后再会举 这个真实的一个范本 跟各位做探讨 好吗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美股的部分 来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 这个是在前天 不是今天 那我们一直看到现在 各位请看 在前天不管是 晚上我跟会员的直播 或我们在9点 9点半的 节目内容里面 我们是不是提到 道琼工业指数是不是这一天暴涨 不是涨800 它开高走高是暴涨了1500点 中厂涨800点 这个是事实 这是事实 我要讲的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你要做多 OK 半康也不会有错 错了呢 就修正吧 你不能说我永远都不会错 没那些事情 批的帅这么厉害还是会错 那错了就要面对他 你才能善战者不败 所以我们来看道琼 那明明就29157 收盘涨800点 可是当天的高点涨了1500点 这是事实 然后我们要去算多算 为战而妙算者 是什么意思 我未经收台 我就还不跟你收台了 对不对 好 我就先算好了 第一个我能不能打赢 机力大不大 我如果打输了 我最大的损伤是什么 要不要打 还是不打我就逃了 或者是我绝对可以歼灭 那我当然要攻击 所以未战而妙算多者 多算胜 可是你也算我也算 谁算得多谁就赢 少算不胜 那如果算都不算呢 那就千万不要做 所以我们来看 这是当天道琼的走势 因为当天是爆出 近期以来的最大交易量 所以非常重要 当天只有两个点 这在我们在前天讲过 是不是一个叫29413 一个叫29617 也就是说道琼往上 他往上 他往上 是不是413到617 然后这一天跟隔天 道琼是不是长得 然后那是达克崩蝶 你人家回顾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到了昨天变成 道琼小跌一点点 变成反倒是过去这两天 重挫的纳斯达克反弹 你要提防反弹主破底 回升涨势起 所以你要去确立 他是反弹还是回升 好 我们先看道琼 道琼是不是在29413 跟29617 这个没有错吧 好 所以我们要追踪了 我们就追踪到现在 我们去观察道琼目前的一个结构 来 各位请看 好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这是道琼工业指数 昨天中场收在 我就直接截图 这就叫真实 29397 从开盘到收盘 好 一样我们讲过 我是不是把前天的29413 一路画过来 中场收在29397 这条是什么29413 29413之上 还有一道更大的压力点 叫29617 美股如果要持续走一个多方 不管整个大选怎么变化 它最起码道琼工业指数 必须怎么样 在29413到29617之间做整理 就是说我如果要再去 对不对 我未来我会继续一直去 一直去到5万点 好 那你最起码 我不要求你短线马上功课 29617 你好歹你也去守413 那这张图你就自己看 这里就叫413 那只有一个重点 413以上是做多会赢 还是半空会赢了 所以整体上你看到这里 你大致上你应该有一个 简易的看法 就是说好 美国高期来要去 那你很简单 到最最起码最低标准 你要能够站回29413点 这叫1 2 另外一个不能不看的 我们就直接 现在是早上的9点08分 没有错吧 高中空8分 都不用拆 好 我们来看 看哪一个 看这个就好了 其他不用看 看这个 好 这叫道琼电子盘 现在包价都平盘附近 小跌15点 这个应该不算跌 SP500小跌1点 这没算吧 纳斯达克小跌10点 Russell 2000小跌2.8 上证跌幅0.23 跌60点 然后接下来欧洲股市 都是稍微下跌 但是跌幅不中 这欧股 那这是德国股市 跌0.19 那真正比较明显的是这一个 Mix Mix叫波动率指数 也叫恐慌指标 波动率指数现在是涨的 涨1.3个百分点 这是事实 这是现在即时报价 关键都不在那里 关键在这一个 用USD是什么东东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长期以来 长期以来跟国际股市 美元指数这个价格往上走 往上走 国际股市就会往下跌 美元指数向下跌 国际股市就会向上走 这样跟这没问题 再看一遍 因为它是反向的 纵使记住 纵使股市跟美元指数 在很短期间不见得会反向 但是它最终 最终它一定会重回基本轨道 什么叫基本轨道 基本轨道就是美元只要继续 走向下 不好意思 金融 股市就会继续涨 相对的美元往上 股市会继续跌 股市不跌那就等过两天三天 那就暴跌了 就这样子 它也许短期没有完全联动 可是它最终 它还是跟着趋势 趋势叫什么 美元指数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各位就看 现在美元指数我们把过去这一周 这一周后 美元指数往下跌落 跌落到多少 到92.15 然后现在报价92.97 所以也就是说 它如果往上继续往上走 那国际股市要涨的压力 就会比较大 会比较难 那相对的美元指数向下跌 并且跌破 跌穿 92.15 那我告诉你国际股市欣欣向荣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领先指标 拿出来做观测 好 接下来你说 那看了这些之后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的做法就是利用PSY 正50半康 负50做多 然后因为它长期来它的成功率 就是可以高达90% 可是昨天停损 所以昨天停损 我已经标示了 我已经标示 对不对 那停损之后怎么办 停损之后我们就把每一笔 就去对照它 那面对这个结构 未来包括今天包括明天 到你该怎么做出决策 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顧德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拱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PSY50進場 PSY祝福您 和家平安身體健康操作順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酒駕罰很大 1.提高酒駕违规罰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罰款无上限 酒駕拒检或拒测罰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駕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 照射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駕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駕也加重处罚哦 酒駕运动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还是一样跟各位分享 孙子冰法提到的一句话 叫做冰情像水 就是说水是没有固定形态的 因地你必须要因地滞留 为什么因为水会怎么样 趋下必上 水它会趋下必上 所以冰无常势 它没有固定的结构 水无常形 你可以因为整个变化 不管它怎么变 我举例台北股市 不管它怎么变 它往下跌也好 它往上涨也罢啦 你可以因为任何变化而取胜 我跟你说那你就是神 你就假如神 他说不好意思你就是大神 对你可以因为市场的任何变化 你都可以取胜 那你就是神 那因为我们不是神 那怎么办 所以我的做法 我们叫做PSY 利用PSY去因应任何市场的变化 那你怎么因应 我就把过去这一个礼拜 各位请看 这边11月10号 我的揭露没一笔 这个是4号 123456 看底下 7890 这不就PSY吗 然后这是昨天 昨天停损 停损 来 这样停损 这样看不清楚 我帮你做个图 我的看法就是对就对错就错 我们从两个角度 一个我们看道琼 那一个我们看台股指柱 那跟你做分享 首先我们先看道琼的部分 各位请看 好 这是道琼 今天是11月12 没有错吧 直到今天早上 那你就把每一个过程 有正负50就把它标示出来 你说那怎么做 这里叫做负50 这里也叫负50 那没有的状况 那就没得做 因敌变化而取胜 就叫做神 那怎么神 你说那我买这里 他跌到这里 那我这个就输 对 你讲的是对的 假设我买在这里 他就要在这里 我不就输 绝对输 你说要怎么做 PSY本身 他就是正负50 来回坐波动 中间叫零走 因为他一定会来到零走 他不可能不回来零走 所以我是不是在正50 站在空方回到零走 我就可以走了 不保证一定赢 可是最起码我有一个准则 就是他回到零 这个叫标准轨道 那相对的 跌落到负50 我是不是应该要乐观 然后我什么时候走 你最起码他无论如何会回到零 那我就该在零走走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以PSY为例 那我们就把零走的位置 所以会员你同步 你自己做观察 好 这个叫A 这个叫B 如果我A进场一直爆 我不会赢 我爆到B 我这个A会输 但是我把零抓出来 哪里是零 这一条叫零 这一条叫零 这里叫A到零长了120点 这里叫B到零长了120点 因敌变化而取胜者 为之神 这个叫道琼 你说都不会输吗 当然会输 来 各位请看 来 今天是不是十一过十二嘛 是嘛 这就一定会输嘛 这是要怎么赢 这绝对输 一 二 三 四 有没有 有 这是不是咱们发现的事情 一 二 三 四 哪里是零走 零走在这里 那输就输啊 我的看法 本来就会 遇到这种状况 没有办法避免不了 该输就让他输 OK 那我的看法就是跟各位会员做报告 不要怕输 输了你要继续做 你就每一笔都做 我举个例子 包括今天也一样 今天也是同样的 来 我们看一下 目前加权指数报价13293 然后台子期报价278 然后这个叫 底下这个叫选择权 对不对 好 一样 电脑板的朋友 也同时记住 我的看法 我一定是把交易量当作排行 我选择权一定看交易量 就是你要只做交易量最大的 交易量很低的你就避免 因为你在做操作 很低的你找不到对手 那很容易会受伤 纵使你看对行情都没有用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你自己有在观察的 建议你以最大交易量前几名 当作你评估的标的 因为节目中 我不能跟你做买方卖方的一些说明 回过头来 我们看台股 台股现在报价13288 对不对 我就要起出来 好 有没有出现 有 你说有吗 有啊 好来 我们看左侧 左下角把它放大 画面上你所 你不用看 先不用看价格 那个不重要 你先看整个量价 还是跟各位报告 量价的力量叫做精准 形态所造成的格局 那个叫稳定 两个不同 一个叫准 一个叫稳定 你必须去合并 精准跟稳定 好 我们先看 画面上你去找出第一根 第一根最大交易量 你用最大交易量开盘 不对 开盘量不看 开盘之后 交易量一定会递减 递减过程你找第一根 爆出来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好 9点21 我是不是往前 一根是不是一分钟 没有错吧 14 13 12 11 10 9 8 7 6 到了又是9点06分 有没有 是不是开盘量最大 交易量递减 我等到递减过后 最大量那一根爆出来了 9点06分 那就今天的强弱关键 今天的强弱关键 13 264 也就是说好 我们看整个大盘 各位请看 现在报价13 291 我不猜 因为我猜不到 那依照整个量价 单一分钟去观察 从开盘到现在 台北股市的主要关键点 一万三千两百六十四点 一三二六四之上多方强 一三二六四之下空方胜 可是多方强各位会员 我们的做法不是这么做 我们做法怎么办 一三二六四之上多方强 我们等 等什么 等它多方力道衰竭 我们就一定是做空的 我们不可能做多 这个是不是强弱关键在这里 对不对 好 在这个点以上 代表他要攻 他要攻 你就放他去攻 记住你就帮他加油 帮他加油 这个力道 等它衰竭 什么时候衰竭 就多头要出拳攻击 多头在攻击 对不对 所谓锐足物攻 你不要去挡 好 锐足物攻 他现在很强的时候 你去挡他 你就会受伤 那你怎么办 你等它冰封 这这头 这这冰 他整个力道出尽了 你这个时候攻击他 他就溃散了 所以 记住 锐足物攻 你就不要去挡 你要等 你要等 你等他的力道衰竭了 所以你就帮他加油 第一个 因为今天强弱关键在264 目前报价在13290 没有错吧 所以你就等吧 你就等 等等等等 我稍微看一下 同时你就把你的 你的撇摔拿出来 你就自己看 还差那么远 但是真的假的 我再看一次 我看我有没有看错 你还要有得等 还要慢慢等 没有 就没有 你说怎么办 就慢慢等好不好 就不要急 第一个就照着做 那一样 今天是11月12号 然后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三是大结算日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我的建议是说 你在这里 如果说对我们PSY 有兴趣的 欢迎你可以询问 我们的服务人员 然后因为面对下个礼拜 因为你靠着金顿日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到礼拜三 剩四个交易日 那你可以做好部件 好不好 这里我们 你可以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 我不能说 说的违反规定 那整体上 欢迎你 可以恰询 那最主要 就是说所有的会员 我都有主动提供你 手机板PF摔 那至于电脑板的部分 是要另外申办的 因为整个成本不同 那最主要 还是要跟你做个报告 个股的部分 没怎么说 个股的部分 来我们先看 最后的先叫台积电 我不予置评 好 好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最强的一档标的股 叫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 真贵 这种真贵 对 这个叫什么 你说那个叫什么 那个不知道 还在变嘛 对不对 那等啊 如果以现在这一秒钟看 那个叫夜星 你说你哪叫夜星 不然那个叫什么星 这不是叫夜星吗 那叫什么星 你怎么叫夜星 对啊 就等了就等了 然后是上跳三空夜星 一阴二阳 如果它是一个夜星形态 则是上跳三空一阴二阳格局 所以代表很好很强 但是真的很强很强 你看这里就知道了 这里有没有一个一千二 这里有没有一个三千四 这不可能是散户 这一定是特定外资 所以他就是要这样嘛 对不对 你就等啊 你就等它来啊 你就等它来 就是这样 你说对啦 因为我不能分析啦 你自己看买卖盘五档 这一看不是这么清楚 这里就是四六五吗 这不是四六五 就是四六五 欢迎各位 如果说可以利用今天 特别是今天 联系我们福利人 祝大家身体健康操作顺利 谢谢你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PSY50进场 PSY祝福您 合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